欢迎收看台湾真善美 我是胡凯淳 每年夏季 花莲芋里产的西瓜 在市场上都非常抢手 今天要带您拜访的是 在秀菇鸾西旁种植西瓜的父子党 罗容广与罗东升 两人靠着得天独厚的环境 加上勤快的蔬果 种出来的西瓜不但体型大 还很香甜 这对父子还会在产季时 送西瓜给附近的三名国中棒球队 并且帮他们筹措经费 替这群野球孩子们寻梦找机会 每到西瓜产季 陈桂岳总会摆上一大株供品 祈求产期风调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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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产季来感谢的教训 谢谢 尤其是这一期 对对对 它因为比较会碰到台风 雨水也比较多这样 所以我们就祈求上天的保佑这样 因为一起种下来 大家都很辛苦嘛 因为那个本钱也很多 然后大家都很辛苦这样种 种西瓜靠天吃饭 为丈夫与儿子多求一份运气 妈妈的心意 父子俩全都明白 所以更用心在西瓜上 这也太大了吧 还是要采掉 对啊 还是要采掉 这个就不要 这里是花莲玉礼 秀古阮西旁 罗仁广与罗东生父子俩 在这一带种植了将近 三十家地的西瓜 这就锁了 比较生育比较沉了 这生育就锁了 西瓜我们是种植在这个 秀古阮西的河床上 地质的话 比较沙 水质又比较好 所以说它长出来的西瓜 都有相当 都非常的甜美回大 西瓜种了二十五年 但其实对罗仁广来说 当初从农 就如同种苗一样 一切从零开始 种的话 在这个叶子的话 这两片叶子 你往这个洞口的这边放 不能够这样放 因为西瓜种疼 它以后生长的 都要倒下去一看 当年才从军中退伍的 罗仁广贷款开了间餐厅 但无奈还款压力太大 只好转行 大姐本身也种西瓜 当初比我还早种 大姐看我们那么辛苦 来一直叫我们来种 尝试种西瓜看看 结果一种了 就种了二十多年了 正午时风 烈日当头 种西瓜 这样的苦活 小儿子罗东升 全都看在眼里 所以八年前一退伍 就选择留在父母身边帮忙 但妈妈却投了反对票 我们也希望我的小孩子 也是坐在办公室里面 可是他就是说他喜欢这 因为他从小就会在外面做 所以他喜欢这份工作 所以他当面回来的时候 我们还有苦力他去外面做 但是他不要去 他就说他要做这个西瓜 我们留这颗瓜 这颗瓜 如果是看到有小瓜 是不是这颗的 就要看 如果不是这颗的话 我们就可以裁掉 一条藤蔓只留一颗瓜 才有办法种出巨无霸 跟在父亲身边边做边学 这几年下来 罗东升似乎更能体会 父亲对西瓜的坚持 我爸真的是白手起家 所以说人家都蛮羡慕我的 就是因为爸爸的技术有了 机具也有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其次 就是自己如果有用心下去种的话 就是那个就是 自己感觉不一样的东西 小心翼翼地整理藤蔓 因为这是西瓜的命脉 西瓜藤蔓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因为西瓜是靠西瓜藤叶去 去散发跟吸收水分 西瓜怕水但也需要水 不同于其他农夫 总是在清晨雨傍晚农作 罗东升得要在日震当中的时候 来到西瓜田为他们补充水分 像西瓜真的就是都吃水 跟阳光长大的 最主要就是还是靠这个 因为它缺水的话 西瓜就会变小会缩水 就是会变成活性不正 负责量合作种出来的西瓜 光是体型就高了一等 这边的西瓜都是30、10斤的 今年西瓜超大棵 你看你看这棵你看 你抱不动 不过在采收前 还得再一次确认西瓜的状态 因为这棵是有熟了 我们才会去盖章 对 就是成熟的认证 然后工人采的时候 都直接认章采 他们不用再一棵一棵去 再去拍他的熟认度 这两年老父亲总算认同 儿子的努力 把盖章的工作交给罗东升 盖这个其实还蛮专业的 对 不是说人人想盖都可以 对 就是他现在才比较有在传承给我 这样子 对 然后也是就是跟着他走去学 这样 对 对 也是这两年才 对 也是这两年才开始 学到盖章这个东西 对啊 因为章不是人人可以拿的 哈哈 即使渐渐地把照顾西瓜的工作 传给儿子 但每到采收时 罗荣广与陈桂月 还是习惯来到田里帮忙 这一棵大概都几只几只 大概都三十斤左右 几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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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都是这样 新年的瓜 平均都应该都有三十斤 那给儿子打几分啊 啊 给儿子打几分啊 对 妈妈打看看 打几分 两百分 摘下的西瓜 还得赶紧分类装箱 送到消费者手中 放不下去啊 没有啦 要放长的啦 OK啦 不用大标签 你标签给我点 打到大标签又没完 阿姨 你现在就是等于说 跨头跨尾了 对啊 对啊 然后做长工 不会啦 不会不放心啦 就是说看一下有缺什么 就用什么这样 在父母全力支援下 罗东升与太太王云廷 更放心地经营品牌 甚至每年举办西瓜节活动 来打响知名度 一起倒数哦 来 三 二 一 开始 哦 战况非常激烈哦 看起来是这个 姜氏老的啦 穿白色衣服的叔叔 真的非常的厉害 但一开始 夫妻俩要做活动 需要经费 在还没看到成果前 罗荣旺并不赞全 就是有时候我想要去做什么的时候 爸爸会认为说 你这样不行 所以就是 因为现在的 现在的市场趋势 就是慢慢在变 就是我们自己也是慢慢 就是 有自己的想法想要去做 但是爸爸有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你做这个干嘛 只是 多浪费力气而已啦 意见不合 父子关系一度紧张 还好有媳妇事实居中协调 因为那是一个心理上的 的那个啦 对 所以 他就会变成 比较不太愿意去说心里话 然后我们就必须 因为我不太会在大家面前 去讲他什么 就是要私底下来跟他讲 就是你刚这样的态度 不太对 到 登登 今天的宅费 这是我出一个多礼拜 都还没到到的量 个性狠充的罗东升 遇到凡事想很多的王云霆 两个人 接下父母的西瓜事业 加上年轻人的创意 生意越来越稳定 这边西瓜卖了很多年 然后品质一直非常的好 非常的固定 很少有 所以买到不甜的西瓜 对 再加上说 这老板跟这老板的儿子 他们都投身公益 对 他们有帮助山林国中的帮族队 有长期的支柱他们 就能帮的就帮忙 因为每次看他们属训的时候 是真的很热 对 光我们没有什么动就流汗了 然后结果 他们现在就是一直持续在动 那个一定 就是流失水分一定更快 这里是三名国中 也是花莲有名的棒球培训学校 但因为地处偏乡 相对的资源少 教练与学生得要更辛苦的练球 比得好成绩 才有机会争取企业赞助 集到球要往前面延伸 力量要釋放出去才有用 不是往地上釋放 知道他们的困境 罗东生想要做得更多 不只送西瓜 还替球队找资源 有形无形的都是 在背后支持球队 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尋找一些 球队上的资源 对 不管是球具的部分 器材的部分 或者是经费的部分 他都会尽他自己的所能 然后帮助我们这样子 就是常常下班后 就会来看 对 然后像自己 有馋西瓜的时候 就会都带西瓜来给他们吃这样 因为我们自己三明治属于 就是比较偏乡 资源比较少 然后像就是想自己有能力的话 就多做一些 热爱家乡 这片土地 为喜欢的事勇往直前 罗东生用热情改变现状 身为二代瓜农 不但传承了父亲 对西瓜的坚持 加入创意后 也为西瓜找到另一种可能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这几年 台湾精品巧克力的实力 成功站上世界舞台 也让屏东被称为 台湾的可可之乡 当年也为年近七十的 农家子弟曾中信 三十几年前放弃教职后 从建筑业跨足到体验型的 休闲农场 还着手种植了可可树 没想到却让他在短短十年间 惨赔了上亿元 为了实践梦想 他是如何咬牙苦撑 又是怎么说服在地农民放弃冰榔树 让器座面积多达十公岁 您收近六千万了呢 跟着镜头带您去他的 有机农场走走 有机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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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应该有被其他路吃过了 好味道 那你看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他们耳朵都会竖起来 所以他们还是在处于 一个很紧接的状态 他们就是随时有声音 他们都会逃跑 或者有太过动作太过大的话 他们惊吓到他们还是会跑掉 来到农场和梅花露近距离接触 孩子们各个欣喜若狂 却越晚分 好玩吗 好玩 真的 你有喂鹿鹿吗 有 有 我也有 那你们给鹿鹿吃什么 给鹿鹿吃什么 鹿鹿 鹿鹿 他们喜欢吃吗 喜欢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是第三代 机箱要升 差不多七月份 就要升第四代 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努力辛苦 熬得过去的成果 你如果全部就是 只是想说 我用煎并购的什么 那没办法 然后我们的环境又比较适合 因为它过大 然后我们又模拟有一些山啊水啊 让它就跟野外一样 曾中信说 农场里近三十只梅花露 会如此温馴 全是因为把他们当孩子般 用心照料 回想起三十年前 为了打造上万坪的可可园区 曾中信可说是校长肩壮中 全都自己来 这个都是几乎多我们种 几乎 把原来那种外来种的那种 侵略性的把它除掉 主要是要提供给小朋友 所以我们就完全不用任何的农药 那有时候就需要它跟病虫害共存 它要自己去想办法克服自己 那这种表面的这个虫啊 它基本上不会影响到里面的肚子 所以还是对里面的肚子是没有伤害 别看曾中信现在讲起来一派轻松 想到出前面八九年 它为了坚持有机 落实友善环境的栽种 即使吃尽苦头 也毫不退去地咬牙苦撑 曾经有一块酥高丽菜的甜 看到我口高兴 已经长出一颗一颗 结果隔天要采的时候 什么整个被吃光 因为都是虫把它吃光的 那这个都是还是已经是 就前面你要坚持要有机的那种 绝对不是一般的农民走得到 它是要相对要很有毅力 然后可能要输得起亏得起 也赔了蛮多 很多 这肚子 有上过大概赔到多少 上亿了 但你还是坚持下去 当然啊 但是走到今天已经 应该开始有一点甜味了 这次的酸味蛮不错的 对不对喔 嗯 台湾的豆子还算年轻啊 所以油脂就没有国外那种老的那么 那么富有 但是台湾的特色真的很好 排除万难享受到丰硕的果实 这种成就感是尊重性人生最大的快乐 年轻时的他也爱挑战新事物 一开始他放弃土木工程 副教授的教职工作转战建筑业 但后来怎么又会跨足可可休闲农场 我小时候在农家长大 我们知道农家很可憐 没有台湾生产不错 价钱很差 如果生产不好 就是又没有量 所以两个都不好 怎么好 很少 所以农民很可憐 那刚好台湾这十来年 就是那个冰榔的四围 我们就也尽量来鼓励农民 你要它转型 也要有理由 有条件 那刚好它的冰榔盐 可以不用全部砍掉 冰榔盐也有收入 那可可呢 长大以后 就来衡量农民再来看看 那个可可的收入这样 果实有分两种颜色 一种是绿色 那一种是红色 那当它成熟的时候 它这中间的沟槽 会跟木瓜一样 变成黄色 像这样子就转黄 那它可可果它在转黄的时候 就代表它里面已经成熟了 可可的特性高温多雨 特别适合在屏东摘种 而且一年四季都能采收 目前园区内有五六百棵可可树 大约的话一个月产能 多达两三顿 但员工们每天都被加紧熟试 因为只要你大意 就会被松鼠们结局兼分 你看这个就是刚吃啊 因为你看它的沟槽 都还是绿色的 都还没有变黄 你看松鼠就来了 这里是刚咬 这里面其实这就没有用了 对啊 它没有成熟 那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 也不能做成巧克力 它也不能做什么用 就只有可以丢掉 就是跟 要跟动物竞争啊 这一棵你看看那个花 很多啊 这个如果差不多十棵 这一个成功就很多了 更特别的是 柯柯属于干生花 干生果 张大岩 紫西桥 树干上密密麻麻 全是花 你看它这个也是那么多花 它才三棵 然后三棵还不见得都会长大 它唯一的好处就是 它不用人工蔬果 它会自行淘汰 自行筛选 会长大 果材 它自己会长大 它不需要说 这一棵一棵去采 不用 就是这么神奇 剖开成熟的可可果夹 一串像葡萄的白色果肉 软软黏黏的 里头暗藏着巧克力要用的 可可豆串 那这个中间这个哽 然后我们就会流的 都不会吃下来 因为那个发酵的时候 会影响到风味 所以哽都会流在那里面 这时挖出的可可豆串不能久放 被师把它们放在密闭的箱子内 进行厌氧发酵48小时 这个一定要有酒酸味 如果它没有酒酸味的话 那就不对了 当你的那个豆子在 糖分在发酵的时候 它都会这样冒泡泡 这就代表你在做厌氧过程当中 是对的 当你是一片石器沉沉的时候 那就不对了 当白色果肉自然分解 时已流出 硬化排掉后 紧接着就到下个阶段 耗氧发酵 透过不断的翻搅 让可可豆解除空气 第三天第四天就开始变色了 那这可可豆在发酵过程当中 这现在都很热 这现在都有四十几度 四十度到四十五度左右 我们从这个角落都要确实地把它翻搅 同样的翻搅动作 一天得重复个好几次 因为五到七天的发酵过程 可说是决定巧克力风味的重要关键 在发酵过程当中不好 没有引来好菌 所以它可能会有发霉 或者是在发酵过程当中太久或不够 造成它没有发酵或者是发酵太久 做起来的风味都不好 豆子要晒到它含血分只有剩下六% 六到七%了 它晒到刚才说你用手捏 它会有裂掉的声音像这样 有没有听到 它要晒到这个干度 它才可以可以收起来 晒干后的可可豆藉由烘焙 不但能降低发酵过程产生的有机酸 还能却除褐色味 烘焙过之后 它准确的时候会再经过脱皮 脱皮脱皮脱掉 脱皮完之后 肿仁跟肿皮会分开 脱出来的肿仁 我们会经过机器的研磨 那大概要磨72个小时 那它变成可可膏 那可可膏的话要有一定的细致度 依我们设备来讲大概10mm 对 大概磨到10mm的程度 我们有一个刮板 刮到4mm左右 我们才可以去做巧克力 调温经历过的巧克力 若是注入方形模型中 就会变成店内的招牌薄片 我们要赶在它调温好之后 赶快去成型 或者是去做任何等等你想做的 对 那其他的话 我们都会用保温的效果 让它维持在那个温度上面 尽管现在和在地农民 器做的可可面积只有十几公顷 地周产能两三顿 但曾中信认为 好的东西只要慢慢推广 有一天一定能看到成效 年营业应该有机会冲破6000万 最少应该可以成长50% 那也可以转亏为盈 我有跟员工承诺了 今年我一定要让他们 享受到一点甜头 来到农场 不但能尽情探索可可生态 到了晚上 还可以一窥梅花鹿的踪跡 那为什么我们会业探 就是因为梅花鹿 它们在晚上活动量会比较大 我今天比较想睡觉 不是 因为梅花鹿 它们是被狩猎型动物 所以它们如果晚上睡觉的话 比较容易被吃掉 希望寓教娱乐 让年近70的曾中信 甘愿当一个梦想实践家 或许它骨子里 仍旧住着老师的灵魂 只是透过另一种方式 把台湾的可可产业 发扬光大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香脆爽口的爆米花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让从小就爱吃爆米花的烂艳君 看好商机 在宜兰开了爆米花工厂 76年次的烂艳君 学生时代就怀抱着创业梦想 之前有过两次创业经验 第三次创业 选择从爱吃的爆米花 重新出发 她用手工翻炒的爆米花 得靠经验掌控火候 跟时间赛跑 才能做出一颗颗圆形 酥脆可口的爆米花 逐渐打开了知名度 现在她的爆米花 不仅成为团购热门商品 她也乐于提供工作机会 给当地二度就业的妇女 帮助她们重返职场 脸蛋爆炒的时候会非常地刺激 她的玉米会一直往脸上爆 对 所以要保护我的小脸蛋 全粉五端扎纹马步 最近会是爆炒 噼里啪啦的声响像炮竹神般 爆米花逐渐成型 空气中弥漫着奶油香气 爆米花在小时候的记忆是欢乐的 那长大之后我觉得做爆米花的话 可以带给别人一些快乐跟分享 刚出锅的爆米花 得赶紧倒进果粉机里 均匀撒上又香又鸣的起司粉 撒这个粉啊 其实就是要看那个颜色的平均 然后看它在转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让粉湿到一米粒的上面 对 如果撒得不平均的话 就会发现颜色是不好看的以外 它的也会影响到客人吃进去的风味 不是乱撒的 它其实一开始是有一点困难 因为手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那个量 所以有时候一戳就把它举 有时候很少这样 制作爆米花时总是在跟时间赛跑 爆米花一旦成型 就会开始吸水影响口感 可以把握时间冷却 让表面的盘力脆化 我现在在做的是过筛的动作 让一些不好的玉米粒 透过这小洞给掉下去 刚刚在推的时候 是一个要做吹凉的动作 然后我们就要把一些不好的 趕快挑掉 这是我们在这个工作 最紧张的地方 所以我们都笑声说 这个很像是少林武功的眼力法 左右开工熟练的波动爆米花 76年次的赖燕君 从小就爱吃爆米花 学生时代就怀抱着创作梦 出社会后办过杂志 也开过鲁味店 不是帮人坐驾 就是失败收场 但他没有放弃 第三次创业选择了落脚 宜兰卖起手工爆米花 虽然爆米花这个影像 确实有一点点不是这么的 滑润市场不是这么大的 主流的食品 但是我认为它是一个欢乐的东西 它不会特流行 它会一直传达下去给大家 就是想要跟朋友聚会的时候 或者是尤其是女孩子 就喜欢追剧的时候 好好的吃着健康 然后又好吃的爆米花 然后做自己想做自己 要做出好吃又健康的爆米花 从原料就很讲究 除了用飞鸡杆玉米 还以海藻糖取代这糖 海藻糖的优势就是它的热量比较低 其实我们最早其实要想 让芋服可以吃得爆米花 所以我们把那个糖量 给它降到最低 然后发现说其实海藻糖很棒 它可以形成一个薄薄的糖 然后负单又不会这么重 奶油的香气 就是取代掉用椰子油的方式 然后让它也会比较低一点的热量 它的饱和度也比较 风味也比较多一些 爆米花好不好吃 火候的掌控是另一个关键因素 这得看它多年累积的经验判断 它必须要透过你长时间的去炒 去听那个声音 因为火的温度 我们可能没办法去摸 太烫了 也没办法去测 没有时间 所以我们只能听到那个声音之后 就说它的反应告诉你是什么 就很像 它现在的声音就告诉我说 差不多了 那我就必须要抓紧时间 像我们要的东西 一锅又一锅爆炒着爆米花 为了不让爆米花烧焦 右手从底抗风 就不断炒着抹过 有时候四十几锅以上是尘埃 对 我们会有蛋黄剂 鸡卷发炎是比较严重的 那生疼叉叉叉 应该是我的好朋友了 即使口味一样 为了确保品质 每一锅爆米花炒完都得清醒 洗锅子的原因是第一个 它上面有很多一些爆米花的小碎 它如果没清掉的话 在高温的时候它会变焦化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品质 第二个是要降温 它温度如果太高的话 爆米花在从开始蓝点的时候 它会变得爆起来 又是章鱼又是天使 日复一日的吃重工作 即使炒出职业病 为了外省的美花 和酥脆平均的口感 在燕均仍然不改 手工制作的运动 炒起来会比较圆 然后它的 因为它的蓬包力比较好 所以它的形状就会比较扎 它的纹度就比较深 像轮胎一样的开纹 会比较深 那自然它所卡到的 一些调味料的粉料 就会比较平均一些 但手工爆炒的爆米花 售价比较高 创业初期也让赖燕均 在行销上碰到很大的难题 其实大家对爆米花的价值 会定义在是电影院的爆米花 它可能很大一通 可能才50块钱 可是我们的爆米花 其实它的 不管是品质 或者是它的进口原物料 通常都来得比较贵一点 所以这样一包 可能要不要卖100块 一般的消费者 可能没办法接受 工厂没有赚钱 加上房东要收回 原本租用的厂房 让赖燕均一度想收掉 确实真的很沮丧 某的时候 会不敢跟家人讲说 现在目前的状况 或者是也不敢 跟身边的朋友讲说 我现在的状况不好 因为这是老板 需要去面对的事情 在亲友的鼓励下 也向宜兰当地企业的 二代们取经 又找到了合适的厂房 让他有信心继续紧引 靠着口碑相传和多元口味 搭上电商兴起的潮流 逐渐打开知名度 也陆续开发出不同口味 那我们用的是苦甜巧克力 黑巧克力 生黑 所以它吃起来不会那么腻 然后我们等一下用 白巧克力的方式 把它的甜带出来 以隔水加热的方式 融化黑巧克力 避免烧焦 均匀融化的黑巧克力 将准备和骨粉机里的 爆米花来个相见还 裹上黑巧克力的爆米花 均匀地倒在过筛台上 定型吹凉 接着白巧克力有如下雪般 淋在爆米花上 跟黑巧克力完美结合 这时得看冷却度 决定要不要翻动的时机 我们如果早一点翻的话 它的白色会被我们把它弄脏弄乱 然后就觉得不是这么漂亮 可是太晚翻的话 它巧克力已经凝固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结块性 就会不好地过筛 然后就可能到时候 又要用敲的方式 去破坏它的本体 所以我觉得最困难 就在这个地方 要看它的温度到底什么时候好 然后我们就稍微小测试一下 像这样子都还不到 还不行 还要再一段时间这样 所以它非常耗时 然后也很好工 巧克力的甜蜜滋味 和爆米花的酥脆口感 在口中化成幸福美味 限量款的口味 经常供不应求 现在赖燕珍的爆米花 不但是热门的团购商品 它也乐于提供工作机会 给二度就业 像我们老板这个工作的话 它就是固定一个礼拜三天 然后有空的人来打工 然后就是小朋友下锁时间 我们就可以下门这样子 它比较照顾我们二度就业 就变成说我们父女 你不会跟社会脱节太 就是好像就是井底附画吧 我觉得是一种互相的 因为当他如果心中的挂癌 能够处理好的话 他在公式上面 我相信也会做得很好 他会知道说我的孩子是放心的 他自然做事情就会放心 好 放一半 再来 再来 来来来 再来 倒 OK 再来 好 可以接了 妹妹 小心看 弟弟来 弟弟来 背背 帮你接 来 快 帮你接 帮你接 用爆米花结合树枝和玉米粒 创作出相框画作 设计亲子DIY活动 让孩子们从小就认识 帮米花 当小朋友在做这些画作的时候 妈妈可以培养小朋友的一些 手脚协调啦 美感的一些 图的架构等等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过程 然后又可以增进 亲子的一些关系 然后帮你花本身就带来一些欢乐 而且它是吃的东西 所以他们就边做边吃边做边吃 我觉得那画面蛮可爱的 透过活动拉近了亲子间的距离 第一个话可以增加亲子的关系 然后因为我女儿很喜欢吃爆米花 小孩子也可以借由这个树枝 然后亲近大自然 然后你看它就可以玩树枝 这个话是做给我女儿的 就是心心相应 这个心是代表我对我女儿的感情 然后希望说可以用耐心 爱心然后跟关心 然后陪伴我女儿 然后跟我女儿的关心 以后就像朋友这样子 每幅画作都是独一无二 喷上保护漆就可以保存做几面 它至少可以保存到一个月 到两个月的时间 因为它本身是食材 所以它可能会有点变小 然后变小的时候 再回来我们店里面 我们再继续做一次 再把它补上就行了 我是想说那饮料是可以跟爆米花 去做一些结合 所以就做了一点cream 然后上面用爆米花去做点缀 现在赖燕君开了实体店面 对调制饮料很有兴趣 也开发出多款 跟爆米花结合的创意饮品 让客人可以搭配店里的爆米花 喝个悠闲的下午茶 因为爱吃而创业做爆米花 尽管过程中有不少挫折 但它积极找出问题点 努力寻求解决方案 要继续做出一颗颗酥脆美味的爆米花 传递爱与分享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随着时代演变 台湾许多传统产业外移 尤其以玻璃产业最为明显 回顾1960年代 台湾堪称是全球玻璃灯罩输出大国 当时玻璃厂二代王宪德和父亲一同走过那个辉煌的年代 后来王宪德一度决然一身到中国发展 奋斗十多年后 为了圆一个他与父亲的梦想 将父亲传授的玻璃独门配方 重回台湾玻璃市场 不仅以高难度的多款造型双层杯 在市场掀起一波抢购风潮 更以自由品牌冲出近六千万的应收 这个厂居目前分成三组在作业 它第一组做的只要是一个积压的工坊 它做的是所谓的含铅量24%的整天玻璃盖 高温吵杂的玻璃场区 直见师傅们耐着性子家庭赶工 虽然质尔的产线全是靠集体生产 但每个产品的制程却全然不同 像是这款抽屁玻璃发售 就得靠人工积压 看那个产品它的受压的压力 它的造型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们会生产者会去判断 它应该用的所谓的气压的力道 或者手压力道就可以成型 所以我们会做这样的许可 去设计用什么的工法 什么样的设备 短短不到几秒 集气吹之后 一个玻璃瓶罐瞬间成型 主要是有一个粗膜 跟一个所谓的成型膜 那粗膜的意思主要是为了 这个商品整个造型 做一个前置体积的 大概七分体积的一个前置造型 便于后续再成型膜以后 透过气压的方式 让一些玻璃商品的粘粘小小 能够呈现出来 王献得对玻璃工艺的专金 其实是来自于他的父亲 王南雄 身为长子的他 从小就跟在爸爸身边 跑遍北部玻璃厂 早期台湾很多的那个 所谓的玻璃厂的配料 都是祖传下来的 那父亲刚好是这一块 在台湾算是一个 顶尖的一个配料室 所以那时候 我就跟他在学习这一块 开始接触 到各个玻璃厂去帮人家配料 我在高中时期就已经配了 大概五家的料方了 每种玻璃制品 都有自己的独门配方 光是一天的料量 就重达300公斤 而且还得在前一天完成 隔天调料师傅 才能凭手感取料 捲出来玻璃 那个重量要一样 它不能有气泡 然后放在那个 除菌模式的里面 要很正重量的方式 不能有折线 做出来的瓶子才会漂亮 工整这样 技巧就是 今年累月磨出来的 所谓那个熟能生巧 像早期 我们是登世王国的那个年代 可能一个灯罩的造型 一定沾一下来 就是一百万 两百万 三百万只 那一个造型 一个师傅 可能一年两年 都一直来催这个造型 所以当时登罩王国的时候 以新竹竹南为主 大部分都是以欧美线的订单为主 他们造型的量的单量很大 所以竹南的师傅呢 可能一年就是师傅了 因为他每天都吹那个造型 千万别小看师傅们 拿着空心铁管的炊制工法 他们可是经过一阵磨炼 才能把那一口气吹到位 你今天在一米半的节感 你吹第一口气下去 你如何让那一口气 不要往回吹出来 意思就是说 你的嘴巴可能要顶在料杆口 让气一直往前 而不会往后退 那就能够很顺畅地 补第二口气 就能够很顺畅地 把玻璃给吹过开来了 别看王宪德把玻璃的工法 讲得头头是道 其实他的父亲 根本没有传授半点技法给他 所有的炊制技巧 都是他跟在匠师们身边 一点一滴学来的 我父亲一开始就叫我做生产管理 就是从管模具开始 认识模具开始 可是对于技法的应用 和制程的整个操作 他从不教我 我认为他觉得这个产业 做这种工太辛苦了 所以他只把它独门的配料方式 他教我配料 这已经是独门的功夫了 玻璃师傅在做这个灯罩 有最后一个拉扯的动作 主要是要保持 那个灯口的一个厚度均匀度 让灯泡能够 保持一个直径 让灯泡能够顺利地进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也因为这样子拉薄以后 在后面成型完以后 所谓的断料 就是说把成品要进退 我之前有一个断料的动作 那边经过填水以后 轻敲 他就可以很容易地把它给取断 王贱德说 或许就是因为高中就读 汽车修扣科 所以他对机械原理 有着深度的了解 自然就能把玻璃技法 准备贯通 从母公司一直到我后来 在英哥成立玻璃厂 从头到尾 在英哥做了六年 可能不大会收账吧 对账比较 没那么敏捷度 敏捷度不够 所以做了六年 被倒了五年的账 决然一生 只要一个人上中国去做了 那时的王贱德年仅34岁 独自一人在两地奔波 直到2012年长女大学毕业 他才勇于追寻 升职在心中多年的品牌梦 我当时跟父亲有一个理想 希望引领台湾的玻璃产业 能够上世界舞台 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所以我想说 我必须回到台湾来 创造一个玻璃的品牌 来整合我们台湾的这些兄弟 也就是这工匠师 这在台湾做了代工 做了三四十年的工匠师 是不是说 大家能够集合起来 好好把这个材质做一个花灰 然后带到世界舞台上去 所以他要先编成暗红色 暗红色是玻璃降温自然神情的 所以师傅在判断 都是凭着他的经验 在决定是否取出 来做一个断杆的动作 我从小看着父亲在这个产业里面 我的很多长辈 叔叔伯伯们 也是每天很辛劳地 在这个产业里面工作 我从小看到他 那一路走到现在 其实很深刻的感情 我们也是耳濡目染 在这个环境之中 那当他问我的时候 我会觉得就是 人生下一个阶段的挑战 不过这个八卦窑草 放养进去 师傅们几乎年事已高 再加上早期跟照 一天的产量将近三千个 如今萎缩到一千多个 只剩三分之一的量 台湾的目前传统的玻璃产业的话 大概在两年左右都会消失了 因为师傅也都大概在六十岁到七十岁了 体力上也负荷不了 再加上以台湾的市场来讲 对玻璃的认知不是 这个材料不是很清楚 所以应用的比较少 所以工程是没有订单的 等于说有一餐每一餐 一年可能只做个两季 最多做到三季 那相对的会影响到一些工匠师 他们也没有薪水力 这个是做左宫玻璃的基本工 我们学徒就是从这个开始 因为它练双手 要练双手那个玻璃的感觉 然后这个要拉得直 当一根一米八的玻璃管 依照师傅需要的管劲跟长度拉管后 紧接着进行下一个阶段的玻璃烧融 不管什么时候 你拿玻璃在转的时候一定是同步 然后难就难但 因为它玻璃烧融了以后 它会软然后会薄下醉 而且它玻璃有厚 可能会有厚薄 甚至你在烧的时候 如何就是说你转得越均匀 然后要保持它 就是刚好在火的中心点 是难在烧 不是难在炊 炊是你已经烧了 你烧了99分 进磨就差那1%而已 你就是感觉就是玻璃 已经碰到模具了 然后你就是要含着 然后让它在里面成形 再转是因为就是 就是不要让它有两条合模线 我们这个叫转合模 对 这个转的速度跟你 就是吹气的那个快慢压力 都有关系 这个就是怎么讲 这是经验的 双层杯的话其实就是 顾米思义就是两个杯子 那它其实就是内杯外杯 各自生产了之后 再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结合这一段的工艺 其实就是蛮考验老师 在做一个这个结合的工艺上面的功力 尤其是这款史下最夯的造型款双层杯 要把内外杯结合起来 还得在特殊机台上拥接才行 接点如果没有很顺的话 它只要玻璃就是折 我们叫折到跌到 它就会 它在冷却 冷却的时候 台语叫做不耍 就是它不均匀 它就会裂掉 它就会从那个均匀的地方爆开 不管在生产初中期 一路到后期 平均下来大概可以淘汰到五到六成 有些甚至是前面的生产阶段到加工阶段 都已经完成之后 在我们最终很简端 因为我们对自己品质标准的设定的关系 还会再淘汰两到三成的产品 即使制作双层杯的不良率高达一半以上 但王雨农似乎也承袭了爸爸对玻璃制品的热爱 始终坚持在杯子的造型上推陈初心 如今一个月的销售量都有两三千个 甚至还外销到日本 香港等其他国家 双层杯在台湾的市场并不见得多不见 那被我倒进来以后 因为我也跟一些客人的合作 所以它的曝光量增加了 反而双层杯是占我公司 蛮大的一个应用 大概在四千万左右 平均最高现在 2019最高可以做到五六千万 王贤德深信 唯有不画地自现 不安宁现状 才能开创出更新的工法应用 让这一门精巧细致的玻璃工艺 走入更多种的生活 永远流传